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柳飞说 你们给了她多少钱 我和李素玲一分没花是江海涛去跟她谈的 据说一口价五十万 杨新就同意了 她当时就是一个穷学生还要去网吧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那里见过这么多钱呢 她心里也明白我们哥三也是有点后台的 想告导我们也不那么容易 没准到时候她连一毛钱都拿不到 为了五十万 她就把自己的良心出卖了 柳飞心中一片凄凉 更替父亲难过 当然还有那个姓胡的女护士 差点就报了警 让我们给打晕了 后来我和李素玲吓唬吓唬她 顺便给她一万智商 外加十万精神损失费 她也服软了 王月向在回忆一次很愉快的经历 一边发动轿车重新上路 柳飞 压抑着愤怒说 于是你们几个人就自导自演了一出戏 将我父亲告上法庭 有原告有证人 连我父亲的护士都为你们做伪证 这个颠倒黑白 凭空捏造的冤案 竟然就成了铁案 而你们却心安理得地活了这么多年 是啊 本来早就把这个事情忘了的 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 居浩铭该死的女儿 又把这件事情翻了出来 我到现在都想不通 你是怎么怀疑到我们的 有人给我发了一份录音 里面有江海涛说的话 提到了我父亲 江海涛 王玉念着他的名字 已经猜出了一些端倪 他就是个白痴 但人家里有俩糟钱 口无遮拦 毫无顾忌 不过看起来 这个给你发录音的人 倒是心怀叵测呀 不是你吗 怎么可能 难道我吃饱了撑的 给自己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吗 差点把我自己都舍进去 柳飞没有深究 继续说道 我还有个问题 在医院里问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 王玉一打方向盘 从岔路传出老城区 开上临江公路 你要问什么 我父亲到底在哪儿 你没问过江海涛吗 问过 我也问过李素玲 他们都说那天晚上 是你把我父亲制服之后带走了 你当时还告诉他们不用担心 一切事由你摆平 这话你有说过吧 王玉冷笑了一声 这两个没意见的东西 出主意的时候 谁比谁都能耐 扛事的时候 全都成了锁头乌龟 我该让你给杀了 你杀得好 即便他们不说 我也猜到肯定跟你脱不了干系 你故意引我上钩 用那块手表 确实是我父亲戴过的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还有昨天晚上你假扮我父亲穿的那套医生制服 也是我父亲穿过的 因为我父亲工作服上有一块黄色的屋子 是我小时候不小心弄脏的 我父亲逃亡了二十年 为什么他的东西会在你手上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总该给我一个解释吧 王玥侧脸看了看刘飞 白镜的面皮上显出叵测的笑意 我会让你见到他的 他踩出油门 奥马骤然提速 驶出城市 沿着江岸一路飞驰 十几分钟之后 检方出现一座水库 脚车直接开上环绕人贡湖的堤坝公路 在一片山林边停了下来 王玥钻出驾驶室 拉开柳飞这边的车门 把他从车里拽出来 拉进了树林 柳飞问 我父亲在哪儿 怎么 你现在就想见他 王玥眼中透出两道寒光 阴瑟瑟地笑道 不敢保证 如果你知道 肯定不想马上就见他 你把他杀了是吗 柳飞直视王玥 丝毫没有惬意 没错 二十年前的那天晚上 我就把他做掉了 尸体装进箱子里 添了几块石头 沉在你身后的湖里 他的衣服和手表 都让我给扒了下来 本来当初是怕他的尸体 被人发现 不想给人确认身份 结果这些东西 让我扔在家里地下室 时间一长就给忘了 没想到 二十年后 还能排上用证 柳飞凝视着 山坡下巨大而宁静的人工湖 恍如一面镜子 倒映着湖光山色 谁又能想到 他的父亲 就在这冰冷的湖底 已经躺了二十年 柳飞雨声哽咽 泪水难溢 在外人看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 逃亡了二十年的强奸犯 我母亲 直到自杀那一刻 都没有原谅他 甚至连我这个女儿 都怨恨他这么多年 你不用难过 放心吧 一会儿 我就给你机会 向你父亲道歉 我还能保证 让你们父女永远团聚 王月露出 歹毒的笑意 不过 说句心里话 我还真挺舍不得你的 王月忍不住 开始动手动脚 真想不到 区浩明那么 不起眼的小医生 居然能生出 这么漂亮的女儿 实在是太可惜了 真为难呢 警察很快就到了 我应该马上解决了你 可是又不能抱天天物 你说 我应该为你冒个险 他猛然将柳飞推倒在地 压在身下 柳飞脸色苍白 却咬紧牙关 没有露出一丝的起怜 真有可行 我就喜欢这样的 放心吧 等你临死前 我让你好好享受享受 王月银心大动 迫不及待地 拉起柳飞 挡在胸前捆绑住的双手 按在地上 一只手 在胡乱撕扯柳飞的衣服 柳飞问他 你真不怕糟报应啊 王月自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就算区浩明的圆魂 从水里窜出来 又能拿我柔和 我只要把你沉入湖里 就像你父亲当年那样 没有人会发现的 从此以后 你和你父亲一样 全都是讨饭了 突然 他笑容一僵 神情有点疑惑 他松开按住 刘飞胳膊胳那只手 看了看手掌心 有一个痘大的血珠 似乎被什么东西 刺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 刘飞的手 隐约露出一截 好像针头似的东西 你用什么东西扎了我 麻醉针 以防万一用的 王月的脸上露出了古怪的表情 伸手像掐柳飞的脖子 身子却只是抽动了两下 一头就栽倒在旁边 技术组通过对讲机向顾宗泽汇报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